近日连日暴雨在美国肯塔基州东部地区13个县 引发前所未有的山洪 当地时间7月31号 肯塔基州州长安迪·贝希尔表示 目前肯塔基州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8人 而随着救援工作展开 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 另外贝希尔表示 这次洪灾的总损失可能高达数亿美元 据法新社报道 肯塔基州东部一些地区24小时降雨量超过200毫米 山区许多道路和桥梁损坏 通信服务受到严重破坏 这也加大了寻找幸存者的难度 州长贝希尔已宣布肯塔基州进入紧急状态 并动用国民警卫队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目前肯塔基州学校 教堂和州立公园 已开放15处紧急避难所 全州至今仍有约1.1万户家庭断电 数以千计的民众缺少安全水供应